歡迎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來看一下晚報出來了 今天晚報上面的頭版呢 就是遇上地震 逐科陰影 友達龍潭場 亭基清查 我們剛剛有看到 昨天的這個 新竹的連三鎮 那麼會不會影響到所謂的晶圓 那如果說地震啊 風災啊水災啊 會影響到房價 周伯我們是有活生生的例子 對 排水不佳 抽水戰故障 那叫人禍 我們就不討論了 我們要講的是說 什麼叫做就由自取啊 我以細紙為例 細紙 細紙當初在原山那個分紅道 還沒有做出來 排這個洪水到東海去的時候 請問細紙房價多少 一瓶幾萬塊而已耶 我告訴各位 要是我能未卜先知 能夠知道你原山者分紅道 可以有這麼好的效果的話 我當初啊千玲 我們珍珠的所有人 卻一口氣去那邊買10棟 我舉例一瓶6萬 二瓶才120萬 買10棟也不過一千兩百萬 現在都是一億多啦 各位為什麼 細紙耶 真的假的 我不誇張 現在的細紙 觀眾朋友你去看看 如果是那邊屬於 鋼蓋的或是預售屋的 已經有人衝到50萬的房價了 我想我認識一位主播 最近也在那邊買房子 他告訴我說那個山莊 他也是打聽過之後 他知道不會淹水 他才去買的 就差不多要這個房價 我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當一個地方 如果他不會淹水 他房價自然就會高 但是什麼地方被選擇不會淹水 什麼時候他不會淹水 你又能不能預補先知 我想這裡面有沒有一些 這些官商工具的成分在大 大家應該心知肚明 其實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決定 很多的做法 都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而是政治上的問題 不過也有一些人呢 政治 我們現在常常會講說 你的言行政治正不正確 這兩天我們看到一些學生 就非常的政治不正確 人家在那邊淹大水啦 甚至還有學長學姐 他們因為在颱風天呢 他們去工作在這個林務局 結果殉職了 同樣學校的學弟學妹 竟然在學校淹大水 在那邊游泳啊 在那邊搞笑啊 敬平 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其實倩妮剛講的學校 就是屏東科技大學 他們學校前面那個 壽比錄 每逢暴雨大水 就一定會淹水 壽比錄都會被學生戲稱 是壽比河 所以看到前兩天在淹水的時候 就像基隆路是基隆河一樣 也可以這麼說啦 那屏東科技大學 我們看到這個 旁邊一個框的照片上 可以看到說 這麼多的災情發生的時候 可是看到平哥大 因為因為英語停課的關係 學生可能因為沒有地方去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可能是治癒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悶壞了 卻拿這種 就是覺得很好玩 他有人就在那個學生 在那個校園裡面 因為校園已經淹水 至少一公尺高了 在那邊游泳 然後有另外一個人掌鏡拍攝 還模仿記者 在那邊哭手連線播報 然後還說不要模仿 就甚至有三個平哥大男學生 穿起學士服 就把那個附近的超商的 那個外面的桌椅 就搬到那個馬路上 壽比錄那個川流的那個河上 然後就放在中間 然後翹起二郎腿那邊拍照 很哭手的畫面 一開始很多網友 都覺得很有趣暗戰 但是因為看到很多災民的眼中 甚至還有男學生 拿著那個像殺人精 那個充氣小艇 在那邊游來游去 還有人假裝要騎馬 經過那個壽比錄 他們學生犧牲的壽比合作 這種種的畫面 昨天經過媒體不斷的 一整天的這樣播送 看到很多你剛剛講的 也有些災民 然後甚至也有一些人 因為這次大於不幸的往生 這樣一個殉職的狀況 很多人就覺得在傷口上撒鹽 會覺得說 這些學生怎麼會把這個 這樣的一個畫面 然後當作是治癒 然後是不是已經繡過頭 還是玩過頭了 其實一開始學生 可能是覺得很有趣 可是沒有想到這種 輕重的拿捏的問題 再加上媒體的播送 大家看完了 笑了之後 又覺得好像這樣子不妥 連校長都寫了一封信 說很沉痛 對 所以連校長 司長看的都搖搖頭 其實大人 包括我們很多人看的畫面 就覺得 是大家應該自己心裡面檢討一下 說是不是跟學生這樣子 看他們玩過頭 都開始去 你知 你的預知哪邊有捷運 趕快去買 你那個房子就會漲 你知哪邊整治河水 那邊房子就漲 因為學校開發 蓋房子的時候 沒有這種手機 快點